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你当初追她的时候 向她要电话号码的时候 你是问她要了 她就给你了 当她很爽快地把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觉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啊 因为当时自己想要嘛 然后发生那件事之后我就发现 她可能是不会 不会去懂得拒绝别人 男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物种 他追女人的时候吧 他小心翼翼 特别害怕对方回绝自己 但其实如果女人非常爽快地 就答应了她 你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 这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是应该精实一点呢 还是应该直接一点 但其实在我看来并不矛盾 精实并不意味着就是死板 如果面对于自己心目当中 很心仪的男生 我是赞同爱要大声说出来 不需要那么矜持 可以直接一点 但如果对了除自己心仪之外的男人 其他的男人 都可以轻易地要到你的电话号码 我就觉得有点太随便了 你说这是礼貌 礼貌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几股之上 但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也有必要礼貌 一桌三四次四五次 凌晨一两点三四点才回家 我暂且不说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 你就是一个单身女人 你也可以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吧 读读书吧 你也有事干嘛 你怎么就那么闲 可以天天晚上出去混呢 我觉得特别想不明白 而且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一个心里有爱有男朋友的人 应该是心无旁骛的 爱着对方 对其他的异性熟视无睹才对 但是你不是 你心里没有对方 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不爱回家呢 你的日子表面上看上就很热闹 但其实你不觉得你的生活很乏味吗 姑娘 你觉得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 公愁交错喝酒 你觉得天天这样有意思吗 人闲暇的时候总是需要静一静 扫扫屋子读读书 哪怕是旅游看看山水也是不错的 你天天跟那帮人在一起混 你觉得有意思吗 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 你建立了彼此临时的小家 你对这本家就有一点责任 无论是对于家庭的爱护 家庭的卫生 分担开支 你都是有责任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责任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完全可以过你自己单身的日子 所以别的不多说了 过过正常的日子 别整天醉生梦死 不管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自己 至于男生 一个女人的心不在你这 你是留不住的 其实你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发生 至于你自己所说的 用种种方式来挽留他 不用你做家务 晚点回家 我也会在这等你 你用这样的方式 是留不到一个人的 一个女人要非常自发的 愿意为你付出 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 这日子才有笨头 否则的话 你做再多事情 也是于事无补 行吧 散了吧 对 有些结论基本是摆在这儿的 就是到底这个女生 对这个男生的爱还不够 就是当异性相吸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逆故在一起 而不是愿意彼此分开 你违背了这个基本规律 那不太现实 你不够爱他 那不够爱为什么要逆在一起呢 男生 那么累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你们自己问自己 好不好 爱了 冲动了 发现不合适了 大家分开 留一段美好的记忆就好了 如果还想在一起再尝试 那就放轻松 想想最早在一起是为什么 又为什么好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就有时候 有朋友啊 还有他自己也问我 问我喜欢他什么 就包括现在假如说问我 我也不知道 就反正我就总觉得一点 就是你玩够了 那你就会回家 所以就一直包着这样 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玩够 我也会赶 但是 我觉得 这一次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亮灯吧 既然他们不愿意说的话 还愿意等吗 你告诉我一句话 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好 请回吧 谢谢两位啊 来 请关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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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